民眾黨團是指向中郵當地去的第三天然氣接收施 公散保隱下屬並沒有合格 甚至連秋風的報告也只是假 留意後悠中郵新報商 應該全部換合格在那裡後 這會兒會嚴肅 那如果中郵沒錢 是初步會應更換 就先是歡迎這季 在頭橫觀音樂中郵第三天然氣接收施 對南國未來電力連貫的分配 要每天天然氣 減慮土壤是重要的工廳 暗算明年三月底 初次運轉後會儲保共用提前氣 不過率先由民眾黨團 開機加回報說 先保障使用的保隱材料不合格 以為中郵下的基礎 中郵在今年二月頭一次的挑戰 發現材料不符合合佑的要求 八月份升保障 還有一次上六塊 PIR保障的材料去檢驗 要是有三件無合格 九月份中有基礎升保障 還有一次的申請 延長改善的時間 要求升保障 就要在11月30日前 無合格項目就要改善完成 有立委煩惱說 第三天然氣接收施 有就要關在明年三月底 十九標準完工 跟無合格包公算的材料 採取哪容納換時間的方式 煩惱會有降案的方向 成立專案小組 去把它調查清楚 不能只有敢公 沒有公安 一直到整個陣前 中郵要還在下新聞 還沒對我作出回應 立委博佑 中郵要在行保障 公算全部都有合格後 才可以照合佑來檢修 看不然港安無問題 記者總括報道 要請你